大家好,我是阿翔,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犯罪心理第211个案子 墨西哥北部马塔摩洛斯,警方正在逮捕一名凶杀案逃犯 被捕时他正在沙漠中击齿,神气恍惚,手部有割伤 后备箱撞有价值2万美金的可卡因 然而让人意外的是,这名疑犯竟然是正在休假中的FBI探员瑞德 由于现场证据充分,墨西哥警方直接将瑞德关进了监狱 之后又根据他的证件联系了远在矿体科的总部 行为分析小组的同事无比相信瑞德 但他为何会突然出现在墨西哥,又卷入了怎样的阴谋呢? 经过一番调查,三天前瑞德因母亲需要照顾而请假 之后他擅自违反连调局的安全协议 在没有报备的情况下私自开车越境去了墨西哥 艾米丽和组员很快赶到马塔摩洛斯,情况比他们想象的更加严重 瑞德被人注射了混合毒品,造成了记忆断片的情况 根本说不清整个案发的经过 而下药并栽赃他人,正是他们的老对手 外号为刮擦先生的杀人狂彼得·刘伊斯的手法 并又怀疑是彼得策划了这次事件 关于彼得·刘伊斯的情况这里就不详述 不了解的小伙伴回看第十季二十一集和十二季的一六集 在艾米丽的提示下瑞德勉强想起 自己来墨西哥是为了见一位叫罗莎的脑科医生 罗莎的一项新研究可以有效抑制脑退化 曾将自己自制的特效药卖给瑞德 此药对她的母亲很有帮助 可几天前母亲病发把药全都倒了 瑞德只好再找罗莎 并应她的要求在本地的一个旅馆见面 随后警方在旅馆找到罗莎的尸体 并确认这里就是案发地点 罗莎被捅多刀身亡 现场找到她为瑞德准备的药物 经过兜番协调 墨西哥警方答应让艾米丽为瑞德 做一次认知问询 帮她重建这段记忆 在艾米丽的耐心引导下 瑞德想起两人正在交易时 窗外突然传来刹车声 接着就有人闯进来打晕自己 并用刀袭击裸杀 瑞德昏昏沉沉将刀捡起来 试图阻止这一切 但回忆到这里就无论如何也进行不下去了 她挤压伤口想用疼痛让自己清醒 但后面的记忆还是一片空白 只知道自己开车出去就是为了追凶手 可追着追着就被警察当成了凶手 证据对瑞德十分不利 现场也没有其他人存在的痕迹 墨西哥警方决定起诉瑞德谋杀和藏毒重罪 并以受害者是墨西哥人而拒绝引渡 艾米丽临时找来正在本地办案的两名旧同事 在所有人的通力合作下 查到罗莎虽然在休斯顿行医 但其实家人都在墨西哥 拥有美墨双重国籍 艾米丽立刻向领事馆申请 将瑞德引渡回美国进行审判 并为此赌上了自己在林调局的名誉 对警方谎称自己在做认知问询时没有录音 因为瑞德曾亲自承认 到当时是拿在自己手上 而这显然是个非常不利的供词 就这样被关了三天的瑞德 终于艰难地回到了邝提科 但他仍要被收押在华盛顿监狱 等待警方提出的起诉 以及FBI可能提供的内部援助 艾米丽作为组长负责跟进瑞德的案子 而其他人则要投入新转来的案件中 新的案子可谓是非常诡异 运输安全局发现两起相似的事故 佛州的布莱登顿一条街道上 不同时间发生两起汽车撞人 一个重伤一个死亡 巧合的是 两辆肇事车都是2013年的莫里迪恩 司机反应失发时 他们控制不住自己的车子 运输安全局调查后 排除了车辆故障和危险路况 且表面看来也不像是司机的失误 PAU分析后认为车子可能是被黑客控制 要知道2009年以后的车 大量使用自动控制系统 很容易就被黑客入侵 从监控来看 案发时车子没有转向 没有刹车 十分直接地撞向行人 就像是一个杀人利器 有因案则涉及到黑客 加西亚再次任领两年一度的出外勤机会 受害人的性别身份以及种族各不相同 很难认定凶手的目标类型 且他们和司机之间没有任何关联 凶手似乎就像旁观一场车祸 从窥视灾难中获得快感 就像放火的人观看火灾一样 幸存的司机黑姐 因为受到巨大的刺激 以及对撞死一个男孩的严重内疚 无法详细描述整个过程 洛伊斯对她进行了心理疏导 并耐心地帮她完成了记忆重建 黑姐回忆起事发时 先是调频失灵 无论怎么调都固定停在98.2 之后车窗和雨刷开始上下乱动 黑姐打算停车检查 却发现刹车已经失灵 无论怎么踩都越开越快 接下来的事不堪回首 她拼命叫被害人躲开 可一切都来不及了 黑姐的内疚感绝不是演出来的 说明车当时确实是被人控制 这不免让人心寒 莫里迪恩是个很受欢迎的车型 还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因此被害 连司机本人也是受害者 艾米丽通过电话简单了解了案情 接着她带着律师朋友菲奥娜前往监狱 连调局因为瑞德没有报备行程 违反了安全协议 而拒绝为她提供内部援助 这意味着BAU只能凭借自己的资源 帮助瑞德脱罪 老罗甘愿贡献巨额的保释金 可是否能够保释还要看运气 菲奥娜的确惊艳老道 她告诉瑞德律师不需要当事人真的无罪 但却需要她绝对诚实 因为任何一个谎话都有可能毁了他们俩 为了确保瑞德毫无保留 她用了压力询问 重复确认瑞德知道的所有线索 最终相信她是真的没有杀人 但同时因为记忆缺失 她也对真凶一无所知 菲奥娜鼓励瑞德要乐观 毕竟警方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凶器 缺乏直接的证据来起诉谋杀 时间来到晚上 布莱登顿的另一条街道发生事故 这次凶手挑选的地方更加谨慎 整个路段没有一个监控 她黑进司机的智能手机和行车记录仪 一边控制汽车一边观看整个过程 幸运的是 虽然事故没有录像 但却有一名目击者 证明汽车在撞到女死者前 曾经躲闪避让一个行人 也就是说 凶手并没有选择离车更近的行人 而是专门冲着女死者去的 加西亚调查了女死者的身份 22岁的年轻美女 单身目前正在找对象 和之前两起案件一样 她与司机没有任何关联 综合三起案件的特点 BAO描述凶手为一名 虐待狂恋灾屁 所谓恋灾屁是一种从策划的灾难中 获得快感的性变态 对凶手来说 观看灾难发生的过程极其重要 尤其是司机的恐惧和路人的痛苦 为了便于观察 她会黑进交通摄像头 手机 记录仪等电子设备 前两起案件中 她选择了一类车子作为实验 而从第三起案件开始 她的技术和信息升级 扩大到可能任何一种车型 恋灾屁一般在25到30岁之间 为了确定司机一直使用电子元件 她会待在能看到车辆的地方 在动手前细心观察 这次她故意选择了 年轻女性作为下手对象 证明她是某个最终目标的代替品 也说明凶手缺乏社交技能和个人魅力 难以建立健康的良心关系 因此她的愤怒对象 应该是与其有过接触的年轻女性 BAO建议警方对司机进行安全宣传 尽量少使用车内的电子设备 而同时艾米利那边传来坏消息 墨西哥警方在瑞德被抓的沙漠找到了凶器 刀上却只有瑞德的指纹 且刀刃形状和瑞德的伤口一致 足以证明瑞德曾经拿过凶器 而地检也根据这项证据起诉瑞德 在斐欧娜的争取下 警方提出变速协议 承认误杀并接受5到10年的刑期 否则就按谋杀进行起诉 罪名成立就要面临25年以上 直至终身监禁 另一边 警方的提醒并没有阻止凶手继续作案 又一位年轻女性被害者出现 连同司机一起丧生 车里的电台停在调频98.2 显然凶手对这个数字十分执着 但这次凶手却露出了马脚 由于自信心膨胀 他选在女死者家门前作案 这也说明他熟悉死者的日常生活 和他有一定的私人关系 加西亚深入调查了死者的社交网络 发现他和上一名死者一样 正在找对象约会 并在一个相亲网站注册了会员 凶手是一名不善于社交的人 很可能选择通过网站与死者联系 加西亚立刻调出了所有的聊天记录 发现死者曾经拒绝过几个约会邀请 而其中一个名叫乔纳森的男人 曾经骚扰了他好几个月 但都一再被死者忽略 而根据简介 乔纳森写赛车游戏 职业是本地一家电台的音效师 这家电台的频率正是98.2 显然拒绝过乔纳森的女人 就是他的报复对象 不善社交的他只发过两个约会申请 一个是死者 另一个则是女孩艾丽莎 应该就是乔纳森的下一个目标 罗克带着加西亚赶到艾丽莎的家 但乔纳森已经先一步挟持了他 他行为不断升级 已经不满足于躲在幕后看热闹 而是要亲自体验制造灾难的感觉 加西亚进入交通车管局网站 发现乔纳森不久前已经黑进去 将自己的信息删除 避免被警察跟踪到 但这并没有难倒BAU 凶手一开始会选择自己最熟悉的工具 乔纳森自己开的很可能就是莫里迪恩 加西亚立刻调出了同行号车 果然发现有一辆莫里迪恩车主不明 就是乔纳森刚刚删除的 虽然车子是找到了 但乔纳森非常警惕 已经关闭了车子的定位系统 不过幸运的是 艾丽莎被挟持时正带着手机 而乔纳森正沉迷于控制车 并没有发现 罗克两人跟踪手机信号急速追赶 眼看车子就要开到三叉口 乔纳森加快速度 准备制造一场大型车祸 虽然他设置了重重的防火墙 但架下还是用过然的技术 顶住压力黑进了系统 在车子驶入路口前讲的停下 罗克将乔纳森逮捕 惊魂未定的艾丽莎逃过一劫 瑞德坚持自己是无罪的 断然拒绝了认罪协议 这意味着他必须要在法庭上打一场硬仗 然而听证会并不顺利 大量的有利证据都指向瑞德是凶手 虽然菲尔纳极力想为他进行人格证明 尽管FBI的同仁都愿为他站台 但法官还是驳回了保释申请 判处瑞德暂时入狱 等待三个月后正式开庭 那么BAO是否能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找到真凶 这一切真的是彼得刘伊斯的杰作吗 稳弱的小天才 竟会在牢狱之灾中得到怎样的锤炼 同时还会有哪些离奇的单元案件发生 各种发展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剧情解说 本期是犯罪心理第12集的13到14集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